哈囉 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地遊戲頻道 今天我們就寄 開動RPG 那這中間其實我有稍微的 加速了一下 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遊戲吧 好的 那現在我所在的地方是 黑層的地下道 那這個地下道是 很多暗的地雲 那跟上一集到底差了什麼 咆哮森林那一段我沒有 別略過 因為咆哮森林那邊浪費了我非常多時 那現在的進度呢 很簡單就是 我現在已經接去K 然後路上有一些地方我也有稍微去 拜訪一下 但是實際上任務都還沒有 稍微的對話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從這一段開始吧 反正 那這個地方是那個很像是 盜賊圖 因為我來的時候他這個門是關著 然後我要亮出我的 OK 要不要開始吧 我先跟這人講話 菲爾 欸 埃德爾 這傢伙怎麼好像 這傢伙好像在什麼地方看過他 我有點忘記 啊 我想起來了 菲爾德爾是我的夥伴 現在太久沒碰了 自己都忘記自己的夥伴 這跟我們一樣是特工 菲爾德爾是我們在K層遇到的特工 說出密碼之後呢 他就會跟著你走 然後我們一起 找那個 就是要 投集情報嘛 對不對 找那個地堡 這個高大首位 憤怒 憤怒的看著我 他完全看起來不行 那我現在這個人物啊 我先說一下好了 我現在這個人物把口才點得非常高 然後剩下的我 稍微投資了在近戰武器 我想說我就拿近戰武器是看好了 這一局我看我拿 遠程武器的幾率 你看這一個20幾 可以 其實等級不是很好升喔 好啦 我們來問問看吧 他說他在守這個走廊嗎 聽說多管閒事 還有一個 虛心是看著 對 那個 那個 那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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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你有沒有 屏 一個爐 新來了嗎 不是新來 看起來我犯了一個錯 這樣更好 我也在等一個可以托付中藥工作 沒有可能 喔 你能提供什麼工作呢 不知道之前有沒有人問過這一個 你有想過殺人嗎 你準備要殺死人 沒關 沒關係告訴我你要死一死 到你就知道你行老公 沒有靈犀呀 但是在我告訴你我 想要先聽聽背景故事 啊聽看吧 說他們都是走私犯到這邊都是走私犯這個工作 這些文明人已經坐下來談好將廢徒跟 合資的地 總是有新來 好他們都是 才意識到戰爭終於結束的小流氓跟前匪幫 然後都不遵守他們 不知道願不也不知道也不願意遵守我們走私活動的規則 他們總是在想辦法在最不得體的地方出現 你懂了嗎 恩 一言不發的點點頭 當之三道現在已經 成為了該區域中 藥物以及武器交易的重要中枢 一個叫做佛傑 勒夫家的村莊已經成為 要走三道的 走私犯熱門 在那個地方真的是很不錯 不久之前 佛傑勒夫家 這名字都超難唸 出現了一個非常糟糕的人物 這個自稱為塔菲克 莫桑比克的人 工作的 新 幫派 想要把手 升進高利潤的藥物走私活動 總之就是要 要 要幫他殺人嗎 然後菲德爾是我的夥伴 但他跟我低語了起來 他說 祝於對我的尊敬 他也堅默不渝 但是你覺得你加入黑幫是 名字的選擇嗎 我們可是有一個任務了 幫這些黑幫頭部 跟我們沒有關係 你自己說過的啊 任何人都有可能提供有用的情報 我們應該盡可能 以人道的方式 潛入所有組織 他說無論如何 塔菲 塔菲克肯定是 住在的那個地方 旅店 想要引出酒店 然後帶他去見耶穌 地住朋友別聊天 不要讓那一隻毒蛇開口 直接一槍爆頭然後走的 等等 為什麼還給你建議我 我看出來你應該是個老手了 教教他 插手事情有怎麼樣 反正 就是 要幫他殺一個跟 一個人嗎 就跟他走私活動有關係 品格夠高 所以他願意 讓我聽 聽他講話 就聽我講話 沒什麼用的東西 K屬你知道什麼 反正就 解釋量 然後 我在一間工廠工作 全天24小時 無休 我也付稅收 稅款 我真的希望有人掌心 聽他有點諷刺 你能聽到什麼有趣的消息嗎 我聽說有人來自廢土 其他地方付有廢土 我自己是北方來的 換個 換個話題 附近洞窟裡面有個邪教 現在 正在避免本地執法人員發現我們的行動 到目前為止我們跟他都是和和氣氣的 但是那些教團成員動靜太大了 各種亂家殺人 這個人就一直叫我殺人而已 總之 他給我兩個任務 一個是 他要我去解決 盤踞在巨型蜘蛛 然後一個是什麼 一個走 一個走私犯叫我去除掉 帶來到附近洞穴的幾名教團成員 然後他另外一個任務是叫我去這個福捷 樂福家去解決這一個人 我們到時候來看看 旁邊這些人 普通的保鏢 一個滿臉堆笑的男人坐在桌子旁邊 他喝著啤酒 水利還嚼著魚乾 他的搭檔或者說 保鏢就坐在附近 他用手指敲打的桌子 不時的用一個破的杯子喝口茶 當那個 微笑的男人看到你他說到 欸晚上好你過的如何嗎 平反的一天 就 我個人沒辦法問這個同志 他無視我的提問 如果說這個秘密一定是 令人心痛吧 這個男人撿起剛剛吃下 吃剩下的魚骨跟魚鱗 請聽 他丟掉魚鱗把手放在桌子上 他說他名字叫忘憂者 傑密羊 我都覺得好像聽過這些名字 他說這裡是賣 廢圖上最珍奇的商品 忘憂水 夠了別煩我怎麼又遇到一個騙子 我看看 他說他有一個反正就是有一個什麼 記憶之水吧 又可以遺忘記憶的 我問他在哪裡找到 他說在商之山道的某處 然後他灌滿三大桶那個泉水之後決定小小測試一下 而且他已經失去了所有這個地方記憶 七千盧布 這東西到底有什麼功用 我覺得他在騙我 他說總之 他這個水 喝下去感覺就就很屌的感覺齁 一千塊一個都不能少 你去死吧 我應該是不會跟他買 這個呢 補氣商人是不是 他身上有超多東西的 我想想看哦 或許我可以把子彈賣 不然子彈的賣多少 151 可是子彈好像也不是很重 還是放身上好了 說不定這哪一天用的到 其實我現在身上有點負重 我是還蠻想要把東西給賣 尤其像這個金屬廢料實在太重 但是金屬廢料 又可以做東西 可是我好像也沒什麼東西可以做的 才是問題 等一下 先問他什麼事情好了 先聊聊吧 然後品格夠高他說 他就願意跟我聊啦 他說你就這樣我就問他你這樣 你就這樣公開承認自己犯出偽禁品嗎 電諜無所不在 他有限人 他有限人 皇天在上 我可不會洩漏任何細節 換句話說放鬆一點兄弟我們都搞定 風中從哪裡來的呢 特魯多格來樂來的 武器是私人有私人的合作伙伴 他或可能不是全都崭新如初 但是但是跟用樹枝 做的土槍好幾百倍是不是 是 偷招區有什麼情況 他說他的那個招牌 有錯字 然後那個飛德之前好像在那個店工作的 所以他說 如果錯個字為什麼要改掉 沒錯 有什麼 句文分享嗎 感覺都還好 總之他應該就是一個商人吧 然後 我想看看 我現在到底能做什麼 感覺都沒什麼東西好做 因為 這樣子我拿那麼多廢料感覺沒有什麼用 像這個刀我現在自己做這個刀也沒什麼用 乾脆我把那個廢料賣兩給他好了實在太重了 像酒也是很重 死人的壁 死人的日記 魔戒啊這個要給那個我們一開始那個城裡面的 酒吧裡面的那個 那個人嗎 他說他要幫他拿書 所以我到k層順便幫他拿 ok 看看 有金屬廢料啊 賣兩給他 然後換一點毒負 不然 真的身體又太重 好呢 這還剩難 還剩這一個人 這就是剛剛那個嗎 還有賣酒對不對 對 你好孩子很高興看到你在這麼多年以來一直為怪人端飲料看了 因浩劫後的蘇聯殘酷現實變激情的臉之後看到一些一個崭新的面孔 我一個停下來聽我說喝一杯吧 當然他喝點酒無傷大雅乾他就叫我 怎樣 我停下來要聽什麼他看了我一下聳聳肩我不知道只是用羞恥手法是不是 什麼是羞恥手法我怎麼從來沒聽過對不對 講一些廢話 他笑像一個精神病人而且還不斷向我跑美眼 我的夥伴跟我說別跟他說這個男 這個男對第四賭牆可沒什麼敬意 謊言這可是最高級的參考你怎麼不笑笑啊命令我笑啊到底是什麼參考你到底想幹嘛 我覺得他是神經病吧 你是誰同志 他是法德 反正 反正 他看起來有點怪怪的我來問這家店來的客人數量怎麼樣不是很多大多是 走私犯跟肥謗 然後這裡呢 他說走廊 里 我愛都是狗屎他說的不是真的狗屎啊 OK 還說有聽到一些什麼聲音呢然後 他說他最近去那個什麼奧特拉的諾也就是我們一開始的村莊嗎 啊沒什麼重要的情報了 好啦 接下來就 快看這裡這裡還有一個人 別胡說 開門 我我看看喔 我覺得我打不贏這裡的怪 這個啊 這個是他說任務要打巨大蜘蛛 根本不可能會贏 就算我有夥伴 我覺得我 打這個東西 死掉機率更高 然後玩這個遊戲最好是 一直存檔會比較好 這些傢伙都可能要等 裝備多一點再來打我真的沒有什麼自信現在可以打贏 我現在倒是遇到老鼠了對不對 我 伙伴 伙伴竟然用空拳打他我拿我的棍棒敲 還沒敲到有沒有 what 這太扯 nice 敲爆 老鼠還可以還是可以打打來練功呢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有什麼任務吼我看今天這一集我們來做些什麼事 其實我想要先回這個奧 奧特拉德諾也就是我們一開始的城鎮 對啊 對啊 我還蠻想先回去成那個一開始的村子裡面回報一些事情的 給我們其他任務 跟 下次吧然後 這邊路過打打老鼠賺賺經驗 6點傷害 梅斯 梅斯 怎麼辦 62%竟然還可以打造這麼多次 這次運氣也算不錯 看一下喔如果往這邊走是遇到什麼 這邊有一個奇怪的洞穴 洞穴應該都是老鼠 啊這有一個鼠王 對鼠王也是這一次的任務 啊重點 這邊有123456789 10只老鼠 我們今天 先把一些小老鼠清掉了 我覺得 小老鼠我們說不定還是可以打 然後 棍棒我總覺得命中有點有點差 看一下喔 這個是哦暈眩機率比較高 我拿B手好了 我們先進去 把這些老鼠清掉反正我現在有夥伴呢 或許比較安全一點 我在想我能不能給他裝備啊他用空拳實在是有點糟糕 呃 what 他能不能把東西丟在他身上之類的 可以耶 等一下 那他的技能怎麼樣 呃 好像不知道他技能是怎麼樣 不過他現在有棍子 他這樣看會不會拿出來 我們先進去惹 惹一些老鼠 玩看看 右邊也有路哦 右邊是去哪 哦 這個洞穴也太大了吧 太可怕了 我們先清清這裡的老鼠好了 來 有他拿棍棒的沒錯就是這樣 那因為刀子那個 我現在戳兩下就死了 不錯耶 好兩個老鼠一起過來小老鼠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啊夥伴跑去哪 刀 好回退 兩隻有 沒中 我覺得我現在我現在打老鼠應該miss機率他應該打不太到我呢 感覺啦可能老鼠等級比較低吧 兩刀一隻 然後回頭結束 我的小伙伴加油啊 沒命中 沒命中完了我給他我給他棍子感覺害了他 哼 我看他他被咬到了 他如果死掉我就麻煩了 千萬不能讓他死掉 我要注意他的血量 OK兩刀 這邊一刀 然後往回退 沒中 沒中三點傷害 OK 我覺得我應該今天也可以回去那個 什麼麻那個什麼 馬戲團那邊去幫他解決鼠疫 還有啊 哇 影這麼多 我們回合我們在原地等他就好 我也這 這夥伴也還真衝欸你 怎麼回事 喔 喔沒中 OK OK好 YES 我們有一堆肉可以吃 雖然說 這遊戲其實 其實老鼠肉也是可以吃的 就是煮了也不會怎麼樣他還是算是一個肉品 所以還不錯 沒錯 你可以順便拿去賣之類的 我先存個檔好玩這遊戲記得要隨時存這個F5 不然等一下要死掉我們就 瘀了 我看能不能順便說不定屬王我打得死 對不對 沒中 喔屬王來了屬王來了 OK 一刀 兩刀死 屬王行動力好像很高 哎 貝爾德有點屌哎 你要是死掉我就要重新毒檔 未命中 19點傷害太高了吧 等一下 1 沒有足夠行動點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用圖刺看看 有8點傷害 11點傷害好痛 你看 你看這就是我說的 那賭檔吧 我覺得 我現在根本沒有裝備能打贏他的 而且他好像怎麼一贏都會贏那麼多 我看能不能再贏一些小隻的如果只有他自己的話我說不定覺得我還有點點點機會 試試看能不能贏少一點過來 1 2 ok 屬王又來了 小老鼠也來了 我再試試看這一次有沒有辦法 給他一點傷害之類 啊屬王來了 回命中 呃 好 火腿 然後屬王過來 而且我覺得 他要夥伙伴嗎 哇 一刀他就躺了 瞄準 瞄準 1 2 2 7點傷害 非 非德爾被擊殺了 不行打不贏了 你看 這個真正打不贏 我們一定要有特別的裝備還可以 好吧我們回去吧 無法囉 哦 不是我不想打 對不對 嘴炮嘴炮天才在這邊還是沒辦法做出什麼事情 等一下 這就是他剛剛說的邪教洞窟吧 原來在這裡了 我們過去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邪教洞窟在幹什麼 他應該會把我擋住吧 他應該會把我擋住吧 當我想要靠近洞穴深處的時候那個奇怪看起來廉價山羊雕像的時候呢一個又高又瘦大下巴的男人擋住了我 你不需要進去我們是一個特殊團體不適合你 為什麼我的臉怎麼了嗎 他說啊不是 只是你到底是誰 是什麼傭兵還是冒險者嗎 我們嗎 是一位 是一群 神秘主義者哲學家 揭開籠罩在這世界之間的 覆蓋物的人 聽起來很怪吧 但確實是如此 我們看起來很正常的存在 可能會讓你大為震驚 如果你被惡魔附體我們就為你成位子但是 哎呀 貝德爾說他聽過這個人 我很震驚而且被冒犯到他有觸發快樂你得離開這個地方 友好笑容不見了 他煙霧的看著我 讓我想想當地的匪胞 要你把我趕走 不想毀了他們自己 但是 口才 居主你們是我大怕慈悲 實際上我是被派來殺死你們 神功 他戰斗了一下眼裡滿是恐懼 他說真的有那麼糟嗎 我是神啊 我是說我的黑山羊要價太高了 一件事情是把我們都嚇跑 另一件事情就是找殺手幹掉我們 他說這些強盜是瘋的收拾好東西我們離開吧 那些可疑財產全部留在這邊等著分割 哇 他們就這樣走勒然後把財產留在這裡真假的 通平我看就不用拿 這邊 有一個奇怪的雕像還有這個羊 羊身上有肉 看一下 好像有很缺肉嗎 不然有點重 開始有點重了看一下我先 先拿在身上好了然後 這三羊 怎樣 先偷偷存給他 啊不能互動 他有什麼箱子之類的嗎 鬧鐘 這是什麼下面還有一盒 餅乾 這也沒有財產啊 他們就就這樣跑走而已啊 剩下這些都是罐頭吧 肉罐頭 咖啡 沒還有一把小刀 一塊奶酪 一塊奶酪然後 這把小刀 拿走了匕首 我把匕首給那個夥伴好了 而且我覺得 我有一些裝備也可以給他 之後 到時候到時候拿一些東西給他好了 而且我們身上都沒有那種合適的房具實在是很難 作戰什麼 哦這裡有寶箱我找到了 他想說 怎麼會都沒有東西 啊鎖住了 開鎖 等一下還有練開鎖 哇 哦 三百盧布呢 防護面罩還有繩子 還有一把尖銳匕首 我現在身上拿的好像就是尖銳匕首 OK 雙刀流 雙刀流 其實也沒有這東西 也沒有這東西 也丟給他好了 先對匕首 丟一般匕首幫 他如果可以幫我載東西的話 其實也不錯啊 OK 把很多東西都丟給他 有夥伴好像感覺蠻重要的 帶個面罩 加潛行又加毒素抗性 這個還不錯 反正總比沒有好 我把肉堆在他身上好了 哇原來是行動倉庫啊 被圖世界有個夥伴真的是不錯 我把廢那個 那個什麼 廢料也放在他身上 我看他 他負重還比我高很多 厲害 啊這樣子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應該就完成這裡的任務 因為我們成功把他趕走了 OK 那我們順便就可以回去找那個 走私犯老巢嗎 去跟他交代一下 我現在 我現在人在哪裡 看一下 OK 我們回來這裡 應該是這裡 這裡 這裡走進去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感覺很可怕 這深處不知道還有什麼 這墓穴超級大 這K層下面呢 地底洞窟是不是 哎 這有一些石筍 很像密道的東西 啊總之我們先回去找那個 回任務的 回任務的地方 好吧 這裡嗎 我們直接回去交代這個任務會比較快 好的那我們回來了我們來找剛剛那個npc 應該就是你啦 就是他 你的新黑幫老大看著我 所以我做了什麼 我還談人教團 他說好很好 我沒有跟他們動 他們自己跑了 稍微給點壓力就成了 他說 很高興能這麼說 和平永遠比流血衝突好 他給我一疊鈔票 三百盧布 當然是口才啊 再加一百五盧布 總比沒有 總比沒有好 OK 這個任務挺簡單的 你有口才這件事情看起來就沒什麼問題 然後接下來呢 我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就那個老鼠打不贏嗎 然後 我們還是回這個奧特什麼 回一開始那個村子 我們就先回去吧 好那我們回到K層上面了 各位看一下 我應該沒有展示過K層 K層就很像是那個 Fallout裡面既有的那種 常常會出現那種大城市的那種 氛圍 只是因為 Aptom RPG 他畢竟沒有說真的畫面 華麗到不行 所以 你可能看不太出來 不過確實他就是像 Fallout那種大城市的感覺 他是這個廢圖裡面 大家耳熟能詳 的一個大城市 然後這裡好像還有一些人 門頭門上有一個大塊頭守衛 他靠我靠近他之後他擋住了我 看看身上有什麼 沒事就不要進來了 我如果進去他是不是會把我槍殺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如果硬闖進去會怎麼樣呢應該是不行啊 大家面前開手 我看應該是不行的 尋求幫助不行 嗯 嗯 裡面應該 坐著一個重要人物 那這個勒 悶悶不樂的男人 我要房間做什麼 我可以睡在外面啊 他說可以啊但是我這樣有二肚子的風險 還可能被洗一擊 我想問一些問題 我先問他 哦他是旅店老闆 雷神還真真實 啊基本上 有一些 那個 NPC對話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我可能就不念了 因為就他就介紹一下他的生平 而且好像不是什麼重要人 哎從哪裡來的特特魯多格勒 他在取財 說有事情要做想要賺錢嗎 OK啊 聽起來很有趣 他說現在紙張少得很 新生產的紙又很貴 印刷長的人讓我去K層買廢紙 因為他們相對便宜一點 但買到廢紙可是沒那麼容易 他在佩雷剛買了一些廢紙 這又買了一點 所以他看起來要 他就要500包紙張來完成 一包12蘆布 我三個廢紙 他有500個我們現在才三個而已 所以廢紙可以找他他會收廢紙 一個中年男人正在 房間墮布 他是 吉幣報社總編 我對你採訪很有興趣說謊一下 他正好需要人 幫忙聯繫老兵 我是來找 迪克 波波夫的 你也是記者嗎 記者 是老兵 聽者 現在城裡面一共住了三名柏林 強之戰的英雄老兵 沒錯 就是那場最後引發世界核戰的 中西方大戰 他們不肯接受他的訪談 有可能是一開始出現點誤會 有個人好像是得了PTSD 直接朝向 直接朝他頭上尿 真想不到 他需要讓那三個老蠢貨開口 我說假如我同意 我要去哪裡找他 嗎 借 謝爾蓋 住在郊區 安布羅斯 住在酒店裡面一棟房子裡面 第三個叫做導航員 為所 之機 哼哼 ok 又接了一個任務 要我去找老兵 不過這個找人的任務也是 要花點時間我們也是先 先接起來就好了好吧 哎真有個妹子 哦一個女人 制毒部而已 歡迎來到K層 你覺得城市好嗎 這問題真有趣他去過很多地方 K層並不壞也並不好 你從哪裡來的黑海邊上 你去過哪些地方很多 他也不知道這邊待多久 問他幾個問題 有沒有工作 有沒有傳聞 我問他是 是不是這個冒險者 他說很明顯嗎 對 他應該是他就是冒險者 沒錯 為何出在K層 自家問題 他的父親六個姐妹 看他 擁有這片廢徒中最大的木群之一 他小時候開始已經習慣工作 和油油木群一起走 他從手槍皮套拔出亮 亮閃閃的左倫手槍把玩了一會 放回去 笑起來 品格 哇你可以教我怎麼玩嗎 成功 我一講下來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還獲得五點手槍跟衝槍槍技能 非常感謝 所以這NPC大概 我你看你像路上去問這種NPC 有時候還會問到一些比較有用 你沒注意到世界上一個方塊 要嘛就是最後一站三個老兵 住在城市某地方 還不是全部 那麼誰是第一個長得像我的人 就在 阿雷 就在不久前的一個深夜我從商會往家走 他停了下來點 他 他 他走過了我的時候像我打聲招呼 在禮巴旁邊停了下來點了一根香音 我轉過一個街角開始注意那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 他抽了一會煙 然後走進蘑菇叫的大羅 或者說他們之稱 峻菇叫 我好像聽過這個 他叫克拉烏迪亞 他叫克拉烏迪亞 其實我 我看好不然我再問 升級了 你一直對話也可以練經驗 即便他講了一些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 他還是逼你會 要去聊天的 好啦我升級了 那太好了 我覺得我近戰武器點高一點好了 80點然後 口才點到110 那剩下我看看點什麼 恩 恩 生存可以避開大地圖的戰鬥 生存也可以點但是我覺得我近戰武器繼續點好了 這樣然後 恩技能應該可以點吧 然後我看一下有沒有辦法點一些近戰武器的技能 我之前還去點那個 槍枝技能簡直就浪費了 勇士之道 武術加一加加10近戰武器加10 就點這個吧 然後近戰武器就93了 這樣子應該好好很多很多 50歲左右的孤身男人身上都是 水果 蘋果嗎 我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 有一個商人 好吧 這裡K層實在是大到一個 不行吼 這邊還有一個賭場的樣子 那這個是什麼 該不會是 辣個地方吧 感覺就是啊 這個問一下 幹好醜 你這樣當沒想要花錢買點愛嗎 我該怎麼開口呢 100盧布帶套半個小時 200盧布不帶套半個小時 我不是很肯定我們換話題吧 我不想中毒 我想問你幾個問題 你叫什麼 貝拉多娜 成立有什麼事情 所以等一下 可以剛有個銀幣的妓院 專門為極度變態者提供服務 他有個女性朋友想去那邊工作 然後他就下落不明不見了 急業 來這裡是誰 香水 250蘆布啊這麼貴 必運套他有四個 50蘆布而已 你在這做什麼年輕人 我沒有糖果但不要急 我不會把這多汁的食物送回廚房 那真是爆田天物 我是下流將軍 我只是想來聊一聊 他看起來像是個變態 我要問他性生活還是什麼什麼減肥 不是哦 我問你真名叫什麼 他叫做烏拉努斯 為什麼如此賣弄風燒 這並不是因為我肌 如果你想在這裡 我自己喜歡男孩也喜歡女孩 透假 那就是個臭腳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他好像還有一個情報 我問一下 說說愛人君 蘋果的興趣 你已經升級到獵兵階級了 我就叫你獵兵硬屁股吧 不要急 我不會讓你跪下 你說活塞運動是什麼 我們必須知道一部不正當的色情片 這樣所有人就會為明天 奮鬥了 沒錯只要我付錢 他現在需要一個男人 得從變種的馬戲團 拉個像是斑布拉那樣的壯漢來 聽說他很擅長吞劍 他們也需要一些可愛的姑娘 母夜叉普拉斯科 普拉斯科維亞 很可愛的小人 小手銬雜技眼 阿加阿加菲亞 他們都住在馬戲團 所以他想要去找馬戲團人幫他拍個A片子 他一直要我跟他無套有套的去死吧 但我覺得這邊感覺會觸發些什麼東西 不過我們今天 準備要來搞這個 阿這就是什麼 鋸魚是什麼回事 我不太確定我 嗯 他想要螞蟻是不是 他想要收螞蟻這個鋸 你的鋸為什麼不攻擊我 誰告訴你 乙獸都是邪惡的生物 他們是社交性的動物 曹雀的女王 透過特殊的荷爾蒙 來讓他們襲擊人類 不知 不知從未見過他的女王 你明白了嗎 哦所以他還沒 ok 抓到他女王荷爾蒙 所以他不會要人 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講一個理由 我問他他的距離可以幹什麼 我摸他五爐布 幫人拍照十爐布一張 我給你錢 我想撫摸他 我問他有沒有提供其他的服務 他說沒有 好 沒什麼屁用 喂 看這邊太多人了 我 我覺得k 層 有機會再來慢慢逛好了 這這再逛下去沒完沒了 我們趕快回回那個一開始的村子好了 我想先去回個任務 k 層太大了 他這個是內層他有一個外層 那這裡全都是東西 可惜他都是俄文 所以我看不懂這個到底是什麼 都要進去才知道他是什麼 對你還不知道他是不是98 是不是什麼 就是要 finden 你不要為了 他還是這樣 他還是不斷 他的神子 不要 他太看了 好 不要 他 我 好那我們出來了那我們就往 那個奧特拉德諾也前進吧 我們直接就指向他往前走就好了 其實在大地圖移動也很危險像這樣子 你看這裡就可以進來 他地圖上有很多點啊 你自己有時候去踩到他也是可以進去 這個地方不知道是什麼 ok 然後有一輛廢車裡面有什麼 報紙 廢紙 還有一個骷髏 勞工日程錶配方 我學會了金屬弩死 這就不看了 蛤子 這裡還有配方HQ ok 這裡勒金屬廢料 沒錯 金屬廢料超重的 把金屬廢料丟給我的夥伴 有一個行動倉庫真好 而且現在下大雨不知道會不會對什麼 生存有什麼影響 我們繼續往前走吧 啊 啊對了 這個輻射有點高 然後我可能要喝點酒來解輻射 他這遊戲要喝酒解輻射 我來喝個酒好了 戰前福特加 一次喝兩罐 反正邊走邊 邊會退酒意就還好 有一群你引起一群燒蘇人注意 他們就顯然對你懷有敵意 以德服人 成功 趕快先偷偷存檔 都忘記存檔了 像這種事件就很可怕 你要遇到你就死定 好啦我們這一次看起來蠻順利的 我們趕快回村 回城裡面吧 好我們回來了 但話說我們現在 染了輻射 所以我們要趕快回去喝酒 不然會死掉 我們把一些東西給那個夥伴背吧 超棍 希望他不要突然哪一天死掉就好了 應該是不會吧 肉肉也給他背 蛤 罐頭也給你 因為現在種了輻射之後 有點脆弱 所以我覺得 要先去買個酒來喝 醫療戰還不能幫你解輻射 你知道嗎 ok 就這就你了 帶一個戰前福特捷啊 然後魯布 ok買了 沒什麼道理不買了 等下我再把書給他 讓我先喝個酒 好 聚酒 好 又見面 你是來喝酒還是你把我書帶回來的 這是你的書 魔戒 他說這次給我的報酬不是很多 但相信已經足夠了 他給我什麼報酬 好 50 我得到了一箱 我得到16罐啤酒還得到50 盧布 我用口才 帶給我50 才100 我去K層拿那麼久 你才給我100 開玩笑是不是 而且他給我這麼多啤酒是 然後把我種死 靠腰 好 人家拿那麼多啤酒到底要幹嘛 瘋了是不是 等一下 我 丟丟丟那個夥伴身上 他給我那麼多啤酒不知道幹什麼 我只是想知道你有多喜歡我給你的書 好 好 他 動物就這樣而已 他沒有他後續好像看起來沒有什麼藥什麼東西 啊 我去看 村長 村長在這裡 看能不能回報一些事情 關於誹謗事情要告訴你 席爾公廳 嗯 我現在沒有事情可以告訴他 有那麼一件事情 啊 算了 原來我沒有完成任何事情啊 我只是回來給他書而已 不對 我應該有任務要找人的 這個教派應該在奧特拉德諾也 這裡真的是邪教聚集地 蘑菇教成員 這邊有一個 蘑菇教 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應該不是你吧 這是商人 嗯 感覺不是他 我們還有另一個任務是要 找到什麼 米 米爾諾夫康斯坦丁 他說最後一次出現是在這裡 可是我也沒看到這人是誰 他應該不叫他是米高羊所以也不是他 我看他有賣什麼 興奮劑阿洛芬 哎呦 好貴喔 好貴喔 他撿撿那個輻射的東西好貴喔 我們找看看有沒有這個人好了 你嗎 我在問你幾個問題嗎 對生活怎麼樣 說說你的事情 他是歷史老師 有什麼村子有沒有什麼事情 有什麼謠言 我走了 那你咧 是你嗎 這人是誰 約莫五十來歲問幾個問題 對生活怎麼樣 說說你的事情 他在開拖拉機的 聽說K層有個邪教會幫助老師人 對他也不是邪教的感覺 他這家我是上次救回來那個 他到底叫什麼 應該也不是他 應該也不是他 其實還有誰呢 嗯 感覺難找 那你呢 感覺也不是他 因為上次他感覺瘋瘋癲癲癲的 你咧 也沒有 那我跟守衛問一下 這個守衛好像沒問過 他拿一支自動步槍 我問你幾個問題 說來聽聽 這村子什麼事情 那我怎麼樣 為什麼感興趣 我只是有點好奇 嗯 我來說說你的事情吧 他被奉命看守這個門 就這樣子 你在守衛大門不讓誰進來 哼 嗯 也不是他 他 他說最後一次在這邊看到他 真假的 這邊倒是有一個人啊 但 是不是他我也不知道 還有河邊有一個上次教我們釣魚的 就最早第一集的時候 一個叫我們做二的 不是叫我們釣魚 做二的 不對啊 這邊我應該都來過啊 不然就是他 因為我上次遇到南門的那一首位在喝酒 或我是不想要通報這件事情啊 應該也不是他 所以 嗯 難道是你 也不是他 哎 這是誰 這個男人明顯注意到了我 他缺個酒瓣喝兩杯也不是不可以 抓到那男人邊上啊 有什麼煩心事呢 都是因為一個女人你能相信嗎 一個大人整的跟小男孩似的 原來是這樣 我知道我一直在找康斯坦丁斯迷爾 哦 就是他哦 我想要給你一份工作 但我見到你不確定能不能勝任 你覺得我會一直喝嗎 不是的你告訴我我想做什麼 我跟他講 K層的戰略家 想組成一個 軍 一個軍隊 戰略家真的假的 我很久沒聽到這門叫他 戰略家是K層裡面一個叫戰略家的一個人 他好像還蠻猛的樣子 什麼來這個村莊 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 我可真幸運 順便問一下 戰略家提到除了我之外 他小隊還需要什麼人嗎 他還說對他需要狙擊手還有這個少校什麼呢 在某種程度上是件好事 一個老練的隊伍以及各種聽著 你知道柳達柳德米拉 是不是已經接受這份工作 我最近在這裡挺遠的邵站看過他 但是我遲疑的不敢過去 沒什麼理由他會很尷尬 他還沒答應 但我真的想辦法說服他 那你去說服柳德米拉加入的小隊 叫你人來投靠我 口才 失敗 他說也不是要求我去宰掉一整窩怪獸 還怎麼樣我如果叫我去宰掉怪獸 我還是沒辦法 好或許我能付錢給你 呃 好吧我會先跟他聊聊再跟他講了 他說謝啊老兄我欠你了 ok 啊我們看一下這隻哦 加油站要賽嗎我們之前其實應該這段應該沒有播出來 所以加油站要賽是我們之前有在路上遇到的一個加油站 那時候還沒有任務就單純只是有一個G1手在裡面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找他 還有馬戲團還有一大堆東西 這任務已經堆到爆表了 不過呢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好那我們今天這個阿動RPG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就再繼續這個進度囉 啊喜歡這個影片的記得一定要幫我點個讚 然後留言或者是分享出去 訂閱頻道都可以 啊因為畢竟這種小眾遊戲還是不是很多人看啦 好那我就盡量做吧看能做多少集囉 那就先這樣我們就期待下一集 拜拜